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術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長 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很辛苦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 太空小寧精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這麼好嗎? 那就多買一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可以在六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聽《自然療法與你》 這聲音又是新的聲音 我是你們今天的節目主持Tina 我和Sam會間隔著和大家主持這個節目 希望大家喜歡 今天我們身邊依然有我們的嘉賓主持袁醫生 Hello袁醫生 Hello Tina 你好 你好 袁醫生剛剛在加拿大深掃回來兩個禮拜 聽聞有很多自然療法的勁料和大家分享 相信我們這個節目會越來越精彩豐富 上兩集 袁醫生和大家分享了癌症12個對策 真的非常好 其實不單止患癌的朋友 每一個人如果你想身體健康 減低患慢性疾病的機會 其實你都要聽 你都要知道要做 比如說到排毒 怎樣排毒 怎樣增強免疫力 怎樣提升酵素 還有我們怎樣吃 這些都是對我們來說很重要的 好 今集袁醫生 不如這樣 在你心痛期間 我們收到很多聽眾的電郵 不如今集我們先解答一下 聽眾的電郵 因為我們的電郵 其實就越積越多 我都很恐怕 多於我們的節目有時間和他們回覆他們 所以趕快看看有什麼新的 過去有幾個問題 也有十幾個 所以趕快和大家解答一下 好 第一位朋友就是5月11日 我們收到他的電郵 他是內地的朋友 他說很感謝我們原網台的節目 他學到很多資訊 他有一個朋友的老婆 查出患了白血病 西醫被這個女士試一種新的藥 但是這個朋友本身不相信西醫 他想問一下原醫生 自然療法或者同類療法 可不可以幫到他們 我和大家在這個節目 不斷跟大家說過 我也幾次都說出一位 加州大學一位教授 他都這麼多年來 在美國癌症機構每年的例會上 都講解那個數據 就是癌症的死亡數據 最終結論都會認為 如果一個癌症的病人 如果他什麼都不做 相比用化療、開刀、電療、手法治療的病人 他的存活率可以高到四倍以上 不是每個都四倍 可以高到四倍以上 好了 白血球的問題 比較上只是白血病 白血病有很多類型 白血病是現時的主流醫療 所謂西醫對抗性醫療 這個正確一點 應該說對抗性醫療 他那種化療的方法有沒有效呢 在我們的醫學的資料裡面 西醫的化療那種方法 對兩種癌症似乎有些幫助 可能會有幫助 一種是膏軟癌 Testicular cancer 第二種是一種磅巴型的血癌 叫做Lymphocystic Leukemia 是一種磅巴腺的血癌 所以我們也不太知道 這位聽眾所說的白血球病 是哪一類型 是否屬於磅巴型的血癌 如果是的話 而現時的對抗性醫療 那種化療 在資料上也證實有些幫助 但整體來說 我都跟大家分享過 大部份的化療都是雙身體的 其中一個資料就是在麥嬌大學 我這次去到加拿大 去到三個星期了 我很少去那麼久 都在麥嬌大學 在麥嬌大學 在幾年前曾經有一個研究 將一種化療藥 好像Cisplastic 我都不記得 一種化療藥 就問麥嬌大學的腫瘤科的主診醫生 問他們 如果你家人有癌症的時候 你會不會採用這種方法呢 當時問卷裡大概有五十八位 有六十四位是有回答的 其中五十八位都認為他們不會用的 他們自己都不會用 不會用在自己身上 不會用在家人身上 所以其實化療的成效 其實是很值得懷疑 也都包括劉總科醫生 自己本身都不會去用的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用呢 這是一種商業秘密 大家可能都不會知道 為什麼呢 原來很多癌科的醫生 他收入的來源 其實最主要是來自賣這些化療藥 我給你一個例子 例如有一種藥 叫做Isofamide 這是一種主流醫療的 所謂一種化療藥 Isofamide 它在1995年 售價大概五天的療程 是一萬元美金 一萬元美金 只是這隻化療藥 五天內是一萬元美金 你知道在化療的過程裡 不僅是這隻藥這麼簡單 醫生的費用 醫院的費用 還有所有化療做出來的 後遺症的治療費用 可以這麼說 根本是很貴很貴的 限定的病人 可以用過百萬美元的治療費用 所以如果在香港 有時全部都會報道一下 香港有些名人 他都會接受這方面的治療 你發現很多時候 他醫治到那麼多下 他都不會在醫院繼續醫治 你在說幾千萬港元 起碼幾千萬港元 去繼續治療 很多這些人 到最後都會回馬里醫院 去公家醫院 其實不是很多人 可以支援真正 全面支付的醫療費用 當然香港人 不會知道真相 因為香港人 現時的醫療制度 所有的醫療費用 是納稅人幫你付的 香港人所用的 只不過是百分之三 百分之九十三 基本是納稅人幫你負擔了 所以一個病人 在香港公家醫院接受治療 他真的所付的 住院費每天一百元 只是這麼多 其他完全都是納稅人幫你 所以你可以看到 香港醫療的問題 越來越嚴重 因為始終這不是便宜的醫療 所以現在開始要分配 亦可以分流 亦希望很多人 如果能夠負擔得起 最好你們去市街醫院 但我不相信 香港有哪些人 真的有癌症 全面接受市街醫院的治療 我在香港能夠負擔得起的人 不會多 香港千萬富翁很多 億萬富翁很多 但你知道了 是億萬富翁 數以千億萬富翁 香港也有一個全亞洲最有錢的女性 這個是數以萬萬億的富豪 結果又如何呢 所以我看到 大家都要開始要醒覺起來 我只希望能夠這樣 幸好這方面的資料是很多很多的 這位來信的聽眾 我不知道他在哪裡來 因為他用的是中文是繁體字的 如果他能夠有家人 有英文程度有足夠 普通可以看到英文報紙的 英文程度的人 我勸於他去一個網站 去查詢買一個報告 這個報告的網站 是Cancerdecisions.com Cancer Decisions Cancer C-A-N-C-E-R C-A-N-C-E-R 是Cancer C-A-N-C-E-R 他可以去買一個叫做 Ralph Report Dr.Morris的Report Dr.Ralph Mors的Report 我幾次在網站 都跟大家推薦過這個 Dr.Ralph Mors 曾經是Slone Kettering 的一位PR Director 他離開了美國一個 世界出名的癌症機構 因為發現這個機構是隱瞞事實 把很多天然的工具 強行打壓下來 他不是真的一般人以為 不斷地用這些有效的工具 是給我們用的 其實很多有效工具 如果不符合藥廠的利潤 他們不會的 天然的藥物就有這個問題了 所以他離開之後 他不斷在這方面做很多研究 他將搜集全世界很多有醫癌的機構裡面 包括用所謂接近對抗性醫療的方法 或者是用一些自然的方法 其實在德國很多這些診所 他會用一些其他的方法 不是除了化療、電療、開刀之外的方法 所以我勸勸大家如果真的遇到這些情況 真的想徹底了解 你到底你的癌症是什麼癌症 現時的醫療方法是怎樣去做 還有成效會有多少 然後有沒有其他的方法 那個Ralph report 在cancerdecisions.com裡面 你可以購買得到的 現在很快的 現在差不多是在網上購買到的 他會有一個最新的報告給你 因為他不斷的更新 我過去幫很多病人 都是幫他購買這個報告的 很厚的 有百多二百二字 有三四百二字都會有的 但是是最全面的了 如果大家真的要了解自己 或者親人遇到這些癌症 是應該怎樣去處理 目前在地球上有什麼好方法 我勸大家去買這個Ralph Morse Report Ralph Morse Report 就上這個cancerdecisions.com Dr.Ralph Morse也出了一本書 叫做Questioning Chemotherapy 我在我的處理好多癌症病人裡面 我們處理好多的 差不多一半的成年人的病人 都是跟癌症有關的 那麼你們就可以買這本書 Questioning Chemotherapy 如果大家在香港 我相信這本書在外面 我不知道有沒有 書店不知道有沒有 但可以試一試 如果外面的書店真的買不到 我們陸創意的健康店 在中環 在Green Concept Health Shop 在中環和銅鑼灣的店裡 這些書店還有一些Copy 希望大家遇到癌症的時候 第一不用急 不論你第幾期也好 通常你都有足夠的時間 去做一些Research 研究之後 看看有什麼真真正正好的選擇 所以我在這個情況 因為白血病始終太多了 西藥方面 我講過兩種 一種淋巴性白血症 和一種高軟癌 所謂對抗性醫療的化療 是有些幫助的 其他基本上 我還未看到這些有效的方法 所以試新藥 不要用自己身體試 試很多年 不允有新藥試 至少化學藥 就算白血球的數量被控制得到 但長遠來說 你的存活率是不會真真正正的增加的 以及你的生活質素會減低的 所以在這個問題 我們只能夠這樣作答 希望這位聽眾 這位讀者 好好地自己去跟進 好的 不如我們現在再解答 第二個朋友的E-mail 他在6月14日 發了一個E-mail給我們 他叫Tim 他爸爸70歲 在6月13日被診斷 患上第四期肺癌 他爸爸偶爾會咳 而且經常覺得很疲倦 兩個星期前 在醫院做了一些檢查 Tim覺得化療、電療 都很傷害身體 所以想問一下 原醫生一些專業的意見 Tim又了解過一個叫做 Gersen Therapy 他就問原醫生 這個 therapy 會不會幫到他爸爸 因為他現在住在洛杉基 比較近 墨西高的Gersen Therapy 診所 所以如果原醫生覺得對 他就會去那邊 但是他就說 如果原醫生有信心 去爸爸的話 他會跟爸爸回來香港 其實肺癌 一般醫學上的數據 就是肺癌的病人 通常當他被診斷了之後 在五年的存活率 是大概3%到10% 視乎哪個資料 可以這樣說 肺癌很多時候 是完全沒有什麼症狀的 當你一發現的時候 多數都是變成很美期的 例如第四期 差不多是最後那一期 而聽見他聽眾的來訊 他爸爸已經有症狀了 他已經廢水已經開始積了 很大機會 他都經常要出入醫院 在這個情況之下 始終美國 以這樣的狀態來的病人 如果你去廢得很遠 例如飛來香港 其實都是很不方便的 如果香港有什麼事 當然香港的醫療制度 很有趣 香港的醫療制度 就算外國人 外籍人士也好 遊客也好 在過去是一視同仁的 他只是一百元 這是我自己的表弟跟我說 我表弟以前在醫管局做的 他說香港是很特別的 但最近我知道不是 都改了 都會貴一點 但始終一定不會貴 美國私家醫院的 差不多去那邊去醫 你不破產也挺難的 好了 變成這個情況 我的建議也是 這位聽眾 他的來信用英文 所以英文程度一定足夠 在羅省 我以前也有一個 叫做Cancer Conference 我每年都去的 我以前都去了幾次 也有一次 就去墨西哥 Tijuana 參觀了幾間 用這些自然醫療的工具 來醫癌的診所 包括Gerson Clinic 知道了 Dr.Gerson現在的診所 是由他的女兒 Charlotte Gerson 折管了 Dr.Max Gerson 已經1959年去世了 我或者跟大家分享一下 Max Gerson 他本身是一位德國的醫生 他最生氣 最生氣 他在學校做住宅 住宅的時候 他知道自己 經常有一種很嚴重的扁頭痛 差不多 發作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 有任何舒緩的方法 記住 他當時在德國 德國醫療都被供應 是全世界最高級的 科研方面最高級的 他完全找不到任何有效的方法 他去翻查醫療的資料 發現對於扁頭痛來說 過去85年 其實都沒有什麼突破 於是他想辦法 怎麼辦 如果繼續這樣也不行 他有一次在圖書館裡 找資料 找到一位古時意大利的醫學家 他講解 他是如何使用飲食方法 去改善一宗 扁頭痛 所以 Dr. Gerson 開始用這個方法試 因為他的身體 對食物很敏感 他很快 在嘗試之下 找到食物 令他控制了他的頭痛 後來他在德國 在德國後 行醫了一陣子 他當時是專門 內科和神經系統的病 通常如果遇到病人 有扁頭痛 他就用這種方法 這種飲食方法 很簡單 即是一種素食的方法 是不用炎的方法 他發現很多時候 這些病人都能改善 都能治療 然後 在他的病人的經驗裡 他有個病人說 他不知為何 在治療的過程裡 他的臉頭痛 症患了 連帶 有一種狼瘡病 叫做Lupus vulgaris 是一種皮膚的TB 即是一種皮膚肺癢 他也繼續好 知道這種病 Lupus 這種病 狼瘡病 基本上是不能治療的 他當時開始 知道了這個之後 他就開始 用同樣的方法 處理這一類的 皮膚癢病 肺癢菌導致皮膚病 他發現 這不是單獨的效果 很多時候 很多其他病人都可以 甚至乎 連肺癢都可以治療 除了扁頭痛 或者狼瘡 這種肺癢 他開始就醫療很多 骨癢 肺癢 骨癢 皮膚癢 骨癢 即是TB菌 進入了骨 很多時候 和退化性的病 因為免疫能力衰退 例如雷鋒濕 或者糖尿病 他也是用同樣的方法去處理 很成功地處理得很好 到1936年 他移民去德國 因為當時是第二次世界大戰 就快爆作 他開始醫療很多病 甚至乎包括癌症病人 在美國經驗 他發現 美國醫學界對他的醫療 接受的程度比歐洲還差 排斥得很厲害 最後他被人被迫害 最後在1946年7月份 他就在美國參議員國會 出了一個報告 在Pepernille Senate Subcommittee 寫了一本書 有50個案例 這本書 是現在還可以的 還未斷版的 我們健康電 都可以賣的 叫做Gerson Therapy 有50宗案例 全都是很美期的病 Gerson自已1959年過生 其中他有一個很出名的病人 相信大家一說都會聽到 就是Dr.Albert Schweizer 這是一個獲得諾貝爾獎的一位醫學醫生 Albert Schweizer 曾經早年去了非洲行醫 一個Missionary 原來Albert Schweizer 他自己也有嚴重的病 好像他太太也是 也有TB 他完全是幫他治療 Albert Schweizer 認為 他認為Max Gerson 是在地球上罕有的 一個最傑出的 医學科技師 一個神奇的醫學家 Albert Schweizer 一直活到93歲 他被醫好之後 好像是TB 現在這個Gerson Therapy 受了美國的官方 和醫學界的不斷打壓 所以都是被迫要離開美國 美國很多 為何這位聽眾說墨西哥 現在美國尤其是加州 如果一個醫生 一個對抗性主流的醫生 就算他是流腫科醫生也好 如果他企圖採取 在主流醫療 對抗性醫療所認可的三種醫癌方法 就是開刀、化療、電療 他就很大機會被除牌 所以有時候大家都會問 很多病人都會問我 有這麼多好的方法 為何他聽不到 為什麼醫生不說 其實很多醫生 就算他明知也好 他都說不到 如果他跟病人去說 如果病人去投訴他 或者這個資料給他的醫學會知道 他就很大機會被除牌 始終很多人這麼辛苦 讀了醫 他都不要輕易 將一個謀生的工具輕易放棄 所以很多時候 大家會了解 這些資料不是沒有 醫生不知道 當然大部分醫生可能都不知道 但有就算知道那些 都是知者不能言 有這個問題 結果他的Gerson Clinic 就轉移到墨西哥、Tijuana 在加州邊境方面 Gerson Therapy的重心 就是用什麼方法 他認為醫癌的手法 是要用一種營養素 來將身體的新陳代謝方面 去改良它 他用很多有機的食物 譬如有機的水果、蔬菜 差不多每天都要吃20磅 通常怎麼吃到20磅呢 就通常用榨汁 一種簡單的方法 每一個小時就喝Roy juice 所以如果病人去診所 你會發現 他就像一個療養中心 多於一個高科技的醫療機構 病人就會學習 因為始終這種方法 就不是在中心那幾個星期就算了 你平時學習之後 要繼續去做 就教你每一個 即使用一種榨汁方法 它的榨汁是一種壓榨式 即是不是一種擦的 你知道外面有很多榨汁機 是將它磨碎之後 即是擦的 真正正要保持營養的榨汁方法 就是用壓力的 夾扁 就是夾脂汁出來的 它就會教你怎樣去做 怎樣吃多些 所謂生機的食物 還有細胞的養份 要增加 包括很多養份的治療 也有很多工具 包括夾上腺 夾上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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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量減少動物脂肪 肥膩 和藍素 也要不斷排毒 當然整個過程中 除了排毒之外 還要把肝 因為肝是主要排毒的器官 再重新整頓 有時候它會教你怎樣吃肝素 即是肝素 即是用乙形補形的手法 還把免疫能力重新活化 把你的身体的酵素、抗蜜炎、荷尔蒙的方面 要重新去整顿 早期Max Gerson的Gerson Therapy 就着重于很多这些生机饮食 但我知道近年来 其他医癌的方法也很多 所以如果这位听众把他的父亲带下去 因为始终LA和离开那里是很快 我想好像三个多小时不远 很多人就这样开车下去 或者跟他们在电话上 大家安排了之后可以去 现在新的工具 除了新鲜的果汁、蔬菜汁 阿麻纸油它们会使用 其他胰壮酵素、蜂胶 Liver Extra也提过 还有B12 还有一个很出名的就是咖啡灌场 大家知道很多时候 我都认为咖啡是一种刺激物质 其实是没有什么益 但最新的资料认为 如果咖啡喝咖啡的人 老人痴呃的问题会少一点 所以咖啡也不是完全不好 当然咖啡本身 我们好像很多其他农作物 本身有很多污耳物质 如果能够买一些有机的 无公害那些所谓 还有公平贸易那些 它会比较好些 维他命C 那个B-Pollen 花粉 那它也有用 阿玛格林 就是维他命B17 Liatrile 就是银行 就是那个行合里面的一种物质 它也用养分疗法 包括高压的养分疗法 臭氧的疗法 体质水疗 很多很多其他的方法 我相信它都在现在的诊所都会用的 那如果你们去Gersen的医院里面 我觉得他们的用法 多数是比较低科技 那好了 因为我听闻这个听众的爸爸 他现在可以说肺部已经开始滲水了 所以我觉得 都有一点时间 很急切的 那有什么其他方法可以做到呢 那么我在这里介绍了两个工具 那么其中一个呢 就是一种伤氧水的滴注 伤氧水不是用饮用 我现在不是说是用饮用 是一个是用静物滴注的 那么大家这方面 可能大家这方面的认识可能都不会太多了 那么其实呢 伤氧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那个抗生素未出现之前 是一种非常之有效的治疗工具 所有的细菌感染啊 之类之类的那些 是完全用这个方法 是差不多的一个疗效 是高过抗生素很多的 那么以前一直用这个方法 但是抗生素出现了之后呢 这种方法呢 就开始被人遗忘了 也都可以在某程度上 是比较严重打压了下去的 那么虽然他那个 那个临床经验是很丰富的 那么主要原因呢 你知道了 伤氧水是便宜到非常之便宜的工具 而且那个利润很低的 所以呢 大家可以记住 这种工具是伤氧水滴住 当然不是一般的诊所 一般的医生都会适用 很多医生都未必适用的 那么你去找一个 特别瘦这方面的训练的地方 那么我给这个网站里面呢 那么这个有一个机构呢 叫做American College for Advancement in Medicine 叫ACAM A-C-A-M American College for Advancement in Medicine ACAM 那么它有些医生的那些 就是那个名单的 就是受过这方面的训练的医生的名单 那么它那个网站呢 就是ACAM.org 就是www acam.org 就是ACAM 那么里面呢 你会找到呢 就是在美国呢 有些哪些医生呢 在这方面呢 受过特别的训练呢 是狠或者是懂得用 那么我相信呢 LA那么大的地方呢 或者是在加州附近呢 一定会找到这类的医生的 那么它有一本书呢 叫做Hydrogen Peroxide Medical Miracle 那么上次邹志尔呢 其实呢 都跟大家呢 企图是跟大家 在他那个 他那个 那个 那个专栏那里呢 企图跟大家分享这方面的资料 那么Hydrogen Peroxide Miracle Miracle 这本书呢 在我们健康店都有的 那么作者呢 是William Campbell Douglas II William Campbell Douglas Douglas William Campbell Douglas 是一个第三代的 他叫阿爷 他是第四代的医生 他的儿子也是医生 那这位医生呢 当然不是一个普通的西医 他专门是一种 就是采取自然医路的 一种主流医外的工具 那么他就写了一本书呢 就叫做Hydrogen Peroxide Medical Miracle 那这位是一个 就是一个主流的医生的 好了 那么其实基本上呢 就是用这个方法 那么原来发现呢 我们身体抗生素之所以能够医病呢 其实呢 抗生素呢 都是我们的身体 刺激我们的身体的白血球 因为你知道呢 抗生素你吃下去 经过消化 其实不会很多症 你不会说有抗生素呢 可以走在你的细菌的地方 帮你直接杀菌 其实根本不足够的 那为什么它能够够处理到 很多细菌性感染的病呢 那原来呢 抗生素呢 是可以刺激我们身体的白血球的 有一种叫做polymorphonuclear leukoside 一种PMM的白血球 那这种白血球呢 它就会吞食那个细菌之外呢 它就会放射一种伤氧水的 那伤氧水呢 就直接将这个细菌 直接消灭的 那所以可以这么说呢 其实抗生素脂的成效呢 都是我们身体能够白血球 能够制造的双氧水对付它的 那大家要小心 我们所说的双氧水 不是外面在一般药店 买的那个3%的双氧水 因为那些双氧水呢 不是给你耐用的 它是给你耐用的 那种消毒的 那有时候呢 你塗这些这样的双氧水 在双氧口里呢 你会看到很多bubble 那其实呢 就是双氧水直接和你杀菌的现象 那你要买的那些呢 是一种叫做特别的 我叫做food grade 那当然啦 现在我们说的 就不是口服的 是一种注射性的 那所以这个听众呢 可以上这个网子 去找一找呢 有关受过这方面治疗的医生 那我相信呢 在这方面呢 是就是效果方面 可以很容易看得到的 那甚至乎呢 Gerson Fair Clinic 里面呢 我也都不排除呢 他都会可能用这种方法的 那所以呢 就只要打电话啦 跟那个Gerson Center 问一问啦 他们在他们用的工具里面呢 包含这个东西 好了 另外一个工具呢 也都是 Dr. William Campbell Douglas 他也有本书 最近有本书 是讲这个问题的 那他1900年那里呢 其实有一种方法呢 我在德国呢 我也都学习过的 那这种方法呢 就叫做photoluminescence 那他就很简单 把你的血呢 是抽了出来之后呢 小小的就不是很多的 可能5cc啊 10cc啊 那经过呢 就一个那个UV light 那就是紫外线呢 去照射了轮子呢 是将这种血的sample呢 是加了加强了它 就是energize 了它之后呢 那些人的毒素 生物的毒素呢 包括癌症呢 都是可以处理得到的 那好了 那详细的资料呢 大家有兴趣呢 都有一本书呢 叫做Into the Light 又是Campbell Douglas 寫的 叫做Into the Light 那这本书呢 就有个网站呢 都卖得到的 叫做rhinopublish www rhinopublish rhinopublish rhinopublish.com 那这本书都可以在这个网站 买得到的 我相信一般的书店 都挺难买得到的了 那还有呢 如果你要找这类的医生呢 如果做Photo Luminescence 这类的医生呢 这个网站呢 就是www.fflt fatherlilytime fflt.org 可以在一个叫做 Health and Wellness Foundation 里面呢 也都会有很多名单 这类的医生 做这方面的医生 在美国和国外在内 好了 那我希望呢 这位朋友呢 有足够的资讯呢 可以去跟进啦 那希望呢 如果将来他的爹地 什么情况都好 那都可以和我们 继续保持联络啦 那同外疗化 在这方面都非常之有效的 那但是始终呢 同外疗化的医生呢 好的同外疗化医生呢 就不是太多了 那都要慢慢去找啦 如果找得到之外呢 我觉得呢 包括同外疗化呢 在长远来说呢 是对任何的癌症 是最好的工具 是的 很多谢 袁医生 这么详细的资料 相信 Team呢 会清楚 接下来呢 要怎样做啦 那我们第一节的时间 又差不多了 不如我们休息一会儿吧 那我们稍后回来 继续自然疗化与你 继续解答聘种的问题 到现在 陆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 28824848 网址 网址 www.h-e-a-l-t-h-s-h-o-p-dot-com-dot-h-k 自然疗化与你 这个节目 是由大康自然健康中心赞助 好 我们又回来继续自然疗化与你 继续解答聘种的email 这位朋友姓盧的盧先生 他在4月13日有个email给原医生 他说他现在44岁 他有超过20年的手震问题 当时也不是很严重 大约10年前在医院检查 发现原发性手震 现在他定期复诊 每次医生都开了一个 叫做Propanel的药 吃了可以减少心跳 然后就舒缓到手震的情况 不过近几年 他的手震问题 就严重了 尤其是左手 很影响到他的工作和情绪 其实是什么引起手震呢 他想问袁医生 还有这种病 可不可以用自然疗法 顺势疗法呢 去根治呢 还有疗程呢 是需要怎样的呢 那袁医生 你可不可以回答一下 是 好了 这个很不好意思 4月来的问题 我们现在才有机会和大家分享 你应该看到 这个其实是很多人的经验 很多时候 你用任何的西药都好 最多是帮你按表症 但是做到这样之后 他的效果就会越来越弱 要么他们就加弱 要么就转弱 你看这个情况就是这样 很明白 所以什么叫原发性呢 其实原发性的意思是 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原因 叫原发性 现在很流行的 经常都是这样的 好像最近的我们的星虹二 当爆发了 他就控制不了 他就说他变种 变种所以控制不了 他也不会说 现时的医疗 那个抗生素的滥用 一个主要原因 好了 你说我们去怎么看这个问题 在自然医疗的角度 我们看证 所有的病 其实根源 重心是两个地方 一个毒素内聚 还有第二个就是营养不良 有些人会说 毒素好当然都会接受 大家都认同 空气的污染 大家都感受得到 但我们认识食物里面 还有我们日常用品方面 包括很多化妆品 护肤品 我们所谓这些 其实很多化学东西 我们的家具里面 很多很多化学物质 所以说 枝牙的物质是非常非常多的 所以毒素内聚 大家不难理解 也容易接受 营养不良这个原因 很多人都会比较难以接受 始终觉得现在食物充足 没有什么饿的人 少了很多 为什么还会营养不良呢 我简单来解释 现在食物虽然是多 但食物的营养 不是那么高 主要原因就是 我们的种植方法 我们的食物的储藏方法 我们的食物的包装 和处理过程里面 令很多营养本身已经消失了 还有泥土 例如Selenium 是一个可以对付 处理癌症很有效的抗物炎 Selenium 但很多国家 因为这种物质缺乏 所以癌症比较多 而日本 Selenium 土壤里面的Selenium 那个西 应该是C 可能是西 就是比较多 所以癌症相应比较少 所以在自然医癌里面 我们的大方向就是 什么病都好 用排毒的方法 就是我用碗腸 洗腸的方法 用体质水疗 把血的毒素减低 用能量的工具 用苏联的太空科技 把自律神经系统来调理 某个程度上 你也有排毒 用养分疗法 或者用红外线 臭氧 皮肤方面的排毒 就是我用不同的排毒方法 将新的毒素 是减低 以及淋巴推动 淋巴的排毒 很重要的 接着我就用 饮食的改良 看看有没有食物敏感 这个问题 接着就看看 有什么食物方面 基本的营养 就打到底 或者针对性的食物 可以处理 这些是一种 手阵 某程度上 可以说是一种 神经线的问题 或者肌肉方面的问题 我都用这种方向去做 除此之外 我自己是专同的疗法 也叫做顺势疗法 是一种250年历史的 一种来源西方德国医疗方法 也叫做黄室医疗 英国的黄室 包括英国和欧洲的黄室 一直都采用这种方法 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以来 一直都用同类疗法 所以你看到 英国黄室的成员 是很健康长寿的 王太后百多岁才过世 其实那个人都是很长寿的 主要原因是 很多人外面都不知道 其实英国黄室 一直都有同类疗法医生 是处理他身体的问题 最近听到的 英国的足球明星 他自己家人 都是用同类疗法的 麦当娜也是用同类疗法 其实很多很多这方面的 过去很多 在学术界的大文豪 包括Charles Dickens 他都是用同类疗法的 我就会用这种工具 大概疗程会怎么样 始终我们的医疗 讲究是条理的体质 需要时间的 通常我们的估计 如果你的问题 有十年的历史 你都要给自己一年的时间 十分之一的时间 当然有些病 不需要那么长时间 才有起息 其实我说是要十年的时间 你改善之后 还要稳定 稳定体质 就不是表面症状改善就可以了 我现在的 在我们的诊所 如果我是要 一个同类疗法的病历 其实我大概要用 三到五个小时的时间 我要很详细 了解病人整体的情况 我有个问卷 有七叶子的问卷 要病人首先在自己的家 就好好地填好这个问卷 可能病人都会浪费 一个至两个小时 视乎他填得长不长尽 起码一个小时 才把这个问卷填好 加上问卷之后 我再会问诊 做基本的检查 我大概每个病人 初步我都会预 大概五个小时 我说是严重的病 不是普通的急性病 那些就不需要了 普通的急性病 根本自己都会好的 但是很多时候 这些病都是重复性的急性病 不是真的急性病 不断的重复性的 都是中慢性病 我们需要多些时间去处理它 所以你说多快多好呢 都是要视乎病人的体质 病人的性质 病人的去到哪个程度 要多方面 我用药方面 我用得准不准确 跟随我们的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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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就是 Half-heartedly 又做下又不做下 可能用其他方法 整个疗症 可能会有障碍 有阻碍 所以在我们的诊所 我们医治很多疑难的疾症 一般我们的病人 在成人里面 都是癌症病人 小朋友方面 很多都是自闭症 我看很多的 这类的病 我可以这么说 病人很迫症 也可以这么说 外面能够处理这些病的医疗 其实是很缺乏的 我们都是需要 处理这些严重的慢性病 都要花很多时间 所以你说 整个过程里面 我们通常 拿到症之后 我们可能 就会一个月 或者两个礼拜 铺陈一次 尤其是这些慢性病 但是治疗里面 很多病人 自己要安排 做洗腸也好 或者做体质水疗 每个礼拜都要做 这就是一种辅助的治疗 在大部分 我们处理的病 都是一般所谓 不能治疗 治疗病 所以我们的成绩都不错 我们不能够 百分之百都能治疗 因为很多因素 包括病人合不合作 跟不跟随 都是一个成败的很大原因 真的很感恩 有一位医生 可以用三至五个小时 去帮一位病人去看病 是很难得 相信这位听众 就很清楚了 我们接着 就解答另外一位 听众的来讯 在5月23日 这位 我们收到吴小姐的来讯 他就问 非蚊症在自然疗化 那里 可不可以帮到手 相信非蚊症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 看那个程度 如果一般人 承认人 而言计大一点 如果看着一个白的天空 他会看到很多点 所以非蚊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 但非蚊是怎样形成的呢 其实非蚊是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眼球里面的透明液 有些所谓叫做细胞的垃圾 那些杂质 始终我们身体里面有些蛋白质的物质 它的蛋白质会变化 就逗留在眼球里面的透明液 叫做Vitrous Humor 它本身也是蛋白质 它本身可能都会有退化 好像鸡蛋那样 都会由透明变成 煮过之后 高温之下煮过之后 会变质 其实我们的眼球里面 很多这样的蛋白质 会有退化 形成这种非蚊 英文叫做Floaters 当然如果一个病人是有糖尿 或者是有血糖低的问题 他都容易有 以及近时深的人 或者年纪大的人 那个非蚊的情况 会比较普遍一些 很明显 非蚊可以简单来说 是一个老化的过程 我们身体的眼球的液体慢慢老化 中医来说 我们叫做肝开销于木 眼睛的症状 很多人认为 跟肝和胆的功能是有关的 所以中医角度来说 它有时候用一些疏肝的方法 平肝的方法 保肝的方法去处理它 所以非蚊是很普遍的 随着我们的年龄增长 就会慢慢患上这个问题 但当然有一种情况 就是突然之间 我们这些病人的经历 突然之间多了很多杂质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要考虑的问题 就不是一种老化的过程 是一个可能的 视网网那里有破裂 或者视网网是脱落 可能有些血液是渗透出来的 在这种情况之后 我们就要处理它 要尽快处理它 因为有时候 不然你的视力 可能会受到影响 好了 我可以自己说一般性 一般性的非蚊 很多人都习惯了 你不要经常去看它 你都会习惯了 但在自己有什么做得 简单来说 我们多吃一些 含有抗氧化剂 多的 我们叫做 phytochemical 就是这种蔬菜类的 抗氧化剂食物 比如新鲜蔬菜 水果 尤其是绿色 黄色 橙色 这类的食物 这个会保护 这个营养 是保护我们的身体 眼球 保护油尼基的破坏 吃多些好的 蛋白质方面 鸡 鱼 我想全部人都做得到 营养方面 其实都没有什么很突破的资料 除了胡萝卜素 大家知道维他命A 是保护的 必须要的脂肪酸 脂肪酸 在今时今日 大部分人都缺乏的 因为我们的食物的制作过程 令到这些这样的 不太稳定的 这些脂肪酸 就会破坏了 黑加仑子油 乳建草油 亚麻子油 鱼油 都有帮助的 Celenium 西 亦有一个很强的抗氧化剂 维他命A 维他命B 维他命C 维他命E 和星 都有帮助的 其他的饮品 譬如蓝莓 大家都听到 蓝莓在早年 好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那些飞机师 就发现 他晚上的 时力会比较弱一点 如果他多吃蓝莓 就会改善他的夜市 这方面 不是一个临床的实验 只不过一个经验 是一个记录 所以除了Blueberry Bewberry 这方面 草药 Euphrasia Eye Bright 也有帮助 银行叶 银行叶 就是会帮助微循环系统 这方面的草药 也会帮助我们眼球 这个就是草药方面 我过去处理非蚊症 我主要的重心 都是用同类疗法的 因为在我们的病人里面 很多时候 走自然医路的病人 本身在食物方面 已经有少少改 即跟一般的人已经好很多 所以他仍然有这个问题 所以我很多时候 我就会用同类疗法 那么同类疗法 我的经验 就看那个人的本质 是吧 那伦这个疗剂 我发现很多时候 是很适合的 因为Foxlund 这个同类疗剂 是很多时候 对一些病人 就是出血这个问题 挺普遍的 可能在严重的 那个视网膜 比如近时的心都很厉害 视网膜突然之间 有少少破裂 突然之间出血 我会形成这些 就是很严重的 非蚊出现 那么我经验里面 我有几几宗 这类的病人 我都会用那个 Foxlund 去治疗 当然同类疗法 处理这些病毒的疗剂 很多的 比如Arnica Arnica 如果你是因为 有了创伤、意外 撞击、导致这个问题 那我们考虑用Arnica 这个疗剂 如果你是因为 喝酒过多 烟酒过多 而出现这个问题 那我们会考虑用Arnica 其实同类疗法 治疗这些问题 那个工具很多很多 效果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在我的经验里面 但是如果我们的疗剂 治疗疗法 处理的问题 我的重心是差不多 50%到70% 我会着重于同类疗法 所以这位听众 可以自己试试 如果我刚才所说的 基本的营养 你都做到足够了 例如南海汁 香港市面都可以卖 很多个健康店 都有这类的饮品 你做了一轮之后 你觉得这个问题 仍然都很严重 你可以考虑 我们用同类疗法 帮你 但如果你的问题 是很少的 这种老化的过程 都不要期望太大的改变 因为始终老化 个人都老化的了 我们也很少 遇到病人 是要求处理这类的 小小的飞蚊 但当然我们觉得 不是排除 我们这方面的工具 是没有 很多很多工具 只要大家肯去用 有这样的需要 都可以帮得到 好 吴小姐清楚了 可以试一下 在食疗方面 帮助自己 如果不得了 你再考虑同类疗法 非常之好 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现在解答 最后一位 读者的来信 好吗 这位就是Andro 她在5月30日 有个电邮来 她说是袁医生的粉丝 很欣赏袁医生的专业 她自小就有口臭的问题 她就发现 喉咙那里 有些少少黄色的果粒 她有时咳都会咳到 这些果粒出来 她觉得 原因是她的后头 是比正常人多了一些粒位 所以有些食物的残渣 会积聚在那里 和会腐化 发臭 她真的不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她今年30岁 很希望袁医生可以 帮到手解答她这个问题 由我们市面的 处理口气工具 很多糖、噴劑、方向口气的工具 很多 整个广告成人都看到 那怎能看到呢 其实口气这个问题 其实也是挺普遍的 很多人都有 很多人都有 很多人始终觉得很尴尬 这个问题都要想办法处理 所以很多喉糖 那些口气这方面 或者特别的牙膏都很多 口气的成因其实很多 包括可能口腔里面有发炎 例如有很多肺脂 或者有抛诊这类 这种肺脂是一种问题 糖尿 或者是鼻痘发炎 或者鼻水倒后流 这些都是鼻炎方面 或者喉咙的扁涂腺化炎 鼻痘炎 或者牙齿方面 牙齿的牙瘡 或者牙齿的感染 肝啊 肾啊 更严重的是肺 你可以看到 其实成因都比较多 但当然 最普遍的原因 都应该 我们个人口腔的护理方面 做得不太好 还有我们的消化很方便 你说口腔护理 我不是代表那些人 就不是常常买那些 掃口水 或者那些薄荷水 来搅拌 大部分人都在用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 不一定是帮到你口腔的环境 它可能会破坏你口腔的环境 生态环境 是导致这个问题更加持续 所以我们讲的是 如何将那些生态环境 要去改善 好了 如果消化是一个主要因素的话 很明显 我们在我们的饮食方面 是要多些去着手 简单来说 我们的白糖方面 尽量不要越小越好 糖是我们的文明人病 其中一个主要的空手 所以糖份的食物尽量减少 吃多些完整的健康食物 就是简单来说 你的身体整体是健康 消化难力强 你基本上就不会有口气这个问题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任何东西 能够将你的整体健康提升 一定是帮助你的口气这个问题 就是口气是反映你健康的问题 好了 如果有时候你发现 你弱到口气有些酸酸缩缩的时候 更加要煎炸食物不好吃 和精炼糖份的食物不好吃 看看这方面可不可以改善 很明显 煎炸食物会影响整体消化系统 好了 营养工具 我们叫做营养补充剂 有什么可以做到呢 我们知道抑菌很重要的 抑菌是叫做Probiotic 和抗生素 是Antibiotic相反的 很多时候我们就多吃些 就是Acidophilus 就是乳酸菌 Bifidobacteria 这个双脂寒菌 将我们身体的腸壮 那个生态环境去改善它 当然很可能 你是有对牛奶敏感 这种情况之下 你当然就要避食乳类的食物 就是不只是喝牛奶这么简单 就是和那个芝士 那个乳酪 其实都可能有问题的 好了 那做一种的工具呢 就是有些叫我们叫做热露素 那有时候呢 你可以买到热露素的Capsule 或者Tablet 那这个是一个天然的方向 那你可能呢 饭后之后呢 就吃一粒啊 或者是睡觉的时候呢 再吃一粒这样 好了 那做一些工具呢 就是帮助你的消化 就是很多时候呢 因为我们的消化那个 那个那个能力弱了 那食物呢 进去之后呢 就没有完整被消化 那就开始突发酵 那食物你知道了 在那个身体里面 就是那个环境 是又湿湿热热的环境 很容易咬的嘛 很容易咬到一些腐烂出来的嘛 那所以呢 如果能够将身体的消化 那个能力加强 有些消化酵素啊 有些灵脂酵素 我们的诊所都用这个工具的 那甚至乎呢 吃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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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菠萝那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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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呢 水那方面呢 那另外呢 那这些菠萝呢 呢 那些菠萝那黏呢 都是帮助我们消化 香氧水和梳打粉 梳打粉在一般的药店 超市可能都可以买到 但超市的药店可能不太純 但如果在香港药店未必不懂得买 或者在香港药店也不太普及 你就唯有去超市买那些煎鱼 我们公司健康店是一种叫做 优势的纯度是很高的 我初初也不太知道 跟超市买那些有否大分别 有个病人跟我说 似乎我们那种化妨树的效果更好 我怎知道呢 他教工人用梳打粉来清洁 有很多油腻的东西 发现我们公司的纯的梳打粉 清洁效能比外面更好 所以我觉得原来梳打粉也有这么大分别 那么anyway 即是尽量 如果买得到 纯一点就买那些 那就加上那个双氧水 那双氧水 香港地就不像外国了 我觉得大部分的药店 你都可以买到是入口那些的 那浓度是比较低 那如果是这两种能够配合到 那就很简单 一茶匙的香药水 一茶匙的香药水 那用梳打粉就混合成一个披护 做一个刷牙粉 那当然香药水不太浓 太浓会会刺激的口 所以一茶匙的香药水 这些就行了 一茶匙的香药水 最佳酸打粉加的 一茶匙的香药水 加一茶匙的香药水 一茶匙的香药水 那你就把它用来刷牙用 代替了一般的牙膏 那这方面肯定会有帮助 当然香药水在香港 经历过政治的迫害 那所以大家买到的机会 可能少些 那但是我相信 梳打粉应该是很普遍的 那我们健康店都可以买到的 如果你外面买不到的话 那就试试用这个方法 就试试能否改善得到 那万一你试试这些方法都不行 最终最终呢 我都用同类疗化了 那同类疗化呢 我们的医疗呢 就很似乎整体的 虽然呢 我可以有些疗剂呢 在过去呢 都可以处理这个问题 譬如Natural Myrrh Nate Myrrh Mercurius Olibalus Carbovascular 这些 那些名字呢 你就听过算了 我都不希望你会明白 总之呢 让你了解呢 很多问题呢 同类疗化呢 肯定是 最终最终呢 都是如果解决不了呢 同类疗化呢 是最大机会 做得好呢 可以做得到的 那好了 那这方面的工具呢 和大家都分享了少少了 那试试吧 如果真的有问题的时候呢 试试同类疗化吧 就会套到一粒 这样的白白的 软软淋淋的 你闻起真的很臭的 嗯 这些这样的膏 就是那些臭臭的 黏黏的液物质呢 那我觉得呢 这个呢 都是因为你身体里面 製造出来 它才有的 如果你下面製造出来呢 它也不会有的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们就会 都是用我们 我们刚才所说的方法 试一试吧 将消化力 最主要是双消化力 是改善了它 做一下排毒啊 这方面呢 或者是碗腸 即是如果你的 起因是里面 原来的胃走出来呢 那碗腸水疗呢 都会有很大帮助的 OK 那就是工具很多的 大家不需要灰心 我相信呢 自然界的工具呢 是数之不尽 我只不过和大家呢 分享过去 在我们诊所用到的方法 嗯 我相信呢 Angelo现在呢 就很清楚了 那很多谢 袁医生 这么详细的分享 那我们的节目呢 的时间又差不多了 祝大家有一个快乐的周末 那下次见啦 好 下次见 拜拜 拜拜